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4月7日 彭博社報導說 隨著世界大部分地區 由帶流行病走出來 在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上海 就湧現了很多令人絕望的場景 令那些曾經的清零政策堅定擁護者 也感到震驚 報導說 為了獲得食物和醫療服務等 日常必需品而戰 引發上海居民罕見的反擊 一些人說 共產黨的治療疫情方法比疾病更差 網絡上傳出的求助貼紙或影片顯示 在上海 寵物被人用鐵鏟當街打死 父母被逼和子女分開 還有老人家 無法獲得醫療服務 因為執行清零政策 被風流雨的居民 在屋裡高叫 我們要吃飯 我們要自由 養了三隻貓 加住在上海的陳莉莉說 這個國家 令我們害怕的不是病毒 而是混亂的防範病毒措施 這些措施 導致老人家 小孩和寵物的福祉 有風險 陳莉莉補充說 我現在才意識到 我們只能靠自己 而不是政府 來保護我們自己的家庭 另一位上海居民 麗軍說 她一直支持政府 甚至為政府封鎖 最初的嚴格措施辯護 但現在看到封城以來 一輩群體遇到的種種困難後 她開始改變了想法 在社交傳媒流傳一段 關於一名病毒控制工作人員 將一隻狗打死的影片 更令她難過得哭 同樣 上海居民的情況 也可能在其他中國城市上演 東北吉林省 是一個汽車製造和農業中心 已經封鎖了接近一個月 居民同樣在社交媒體上 就食物 癌症藥物 和嬰兒奶粉短缺的問題求助 彭博社報導說 越來越多的民間憤怒 有可能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 自從2012年掌權以來 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而且現在距離她今年秋天 在五年一次的黨代表大會 獲得破例的第三個任期 只剩下幾個月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陳世民向彭博社表示 如果封鎖措施 蔓延到整個中國 就有可能出現緩慢燃燒的不滿情緒 陳世民說 如果病毒策略失控 並且嚴重影響經濟 在習近平 尝試接管第三任期的時候 將會不太好看 在這個關鍵時刻 習近平將會別無選擇 只能夠加強他的民族主義議程 中共上海市委4月6日發表至共產黨員公開信 要求發出好聲音 傳播正能量 同時要對各種噪音、雜音 特別謠言進行抵制 不過這種宣傳 就受到一些網民的嘲諷 有用戶在微博質疑 除了混亂 無秩序和歧視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還有網民質疑說 台灣的COVID-19防疫做得最好 是世界供應的 為什麼他們沒有經常把什麼黨掛在嘴邊 大陸網絡近期熱傳一段 上海老人家的抗議影片 老人家老戚當局 是將上海人混入監獄 將我們當畜生 在國外 對一隻狗對一隻貓都不可以這樣 沒有人性了 這段影片隨後被騰訊公司封鎖 但在國外的社交媒體還在流傳 並贏得很多贊同 由於上海全城封鎖 一個頻繁的病毒檢測 意味著貨車司機 無法到碼頭取貨 目前 將滿冷凍食物和化學品的貨櫃 大量堆積在港口 上海是世界上 最大的貨櫃航運港口所在地 在3月28日開始實行分區封城 從目前為止 還未宣布何時解除限制 港口營運商堅稱 陽山深水港和外高橋港的業務照常 歐盟商會的上海分會主席 兼商會副主席許佩帝 4月6日表示 歐盟商會成員 估計上海港口的吞吐量 將環比下降40% 許佩帝指出 雖然港口在技術上照常營業 但是物流仍然面臨貨車司機短缺的挑戰 貨車司機面臨的問題 是在封鎖中被困 或需要頻繁獲得陰性病毒檢測 彭博社4月7日報導 日本貨櫃航運公司 Oceanetwork Express 簡稱ONE 在客戶諮詢中心表示 由港口拖運貨櫃的貨車短缺 阻礙了入口貨物清關 據貨運代理說 中國其他地區對貨車司機的嚴格限制 也推遲貨運到港口的交付和返回 ONE表示 冷凍食物或鋁電池 或化學品等危險物品的貨櫃 有可能無法在上海登陸 需要重新安排到其他港口 ONE警告說 由於港口方面的營運限制 如果數量無法容納 某些危險品的船隻和冷藏船 可能不准卸貨 供應鏈數據公司 Forkage追蹤數據顯示 上海港口貨運量 自從3月12日以來 下降了大約三分之一 因托運人將貨運改道到其他地方 在線貨運平台Flytos 在這星期較早時 最新發表的消息說 由於勞動力短缺 以及製造工廠和貨倉關閉 導致貨物供應量下降 以及貨車運輸供應受到嚴重干擾 上海無限期封鎖 導致該市主要港口和海運港口的營運 顯著放緩 據發給客戶的一封諮詢報告說 深圳港的鹽田碼頭 在4月7日晚暫停所有拍位的貨車收集 和交付大約2小時 以平穩港口的營運 貨車司機 是中國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原材料由沿海港口 溫鬆都更遠的內陸工廠 貨櫃積壓可能會導致中國以外的船隻排長龍 並且在未來幾個月造成更多延誤和更高的運費 貨車短缺 也對上海那些仍然經營的公司造成打擊 晶片巨頭中心國際公司 正在努力確保足夠的貨車數量來運送產品 中國財新服務業採購人經理指數 顯示由2020年初以來最嚴重的3月環比收縮 封鎖正在對中國國民經濟造成影響 上星期一項針對在華美國企業的調查發現 由於最新的COVID-19疫情 54%的受訪者下調了2022年全年的收入預測 在製造商當中 有超過80%的製造商報告 生產放緩或減少 以及供應鏈中斷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本台記者王翔 夏宇的綜合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